寒冷的北京,出门五成年猴,在家趴被窝里不想动,单看食谱,一道冬瓜排骨黄豆汤吸引了我,食材是现成的,做法又简单,这么冷的天,包上一大锅,吃到肚子里,寒冷就飞走了,秋冬季节干燥,北京更是如此,多喝汤水,不仅起到营养滋补的作用,更能为身体补充水分。 黄豆是守护女人的健康法宝,对调节内分泌也很有作用,加入冬瓜,让汤的味道清香,加些排骨,让味道更鲜美,更关键是,奈寒哈,汤包的好不好,砂锅是关键,继续使用我的干烧其冷都不破的昆薄砂锅,用过以后,你会发现,包汤的味道更是鲜美。 准备好食材,黄豆洗净用清水浸泡,冬瓜洗净去老皮切块,也可以不用续皮,排骨洗净,灼烫去血沫,沥干水分,排骨放入砂锅,加入姜片,黄豆,煎适量清水,盖好砂锅盖子,大火烧开小火慢煮1.5小时, 放入冬瓜,继续煮30分钟,关火前调入适量盐,上一碗美味的冬瓜排骨黄豆汤吧。